大家好 昨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 其实不是一个新闻 是一个网络传言 刚开始传说 说许家印跳楼死了 我想大家已经都知道这件事了 后来有更多的信息传出来 说他没死 说他是从什么一个二楼 象征性的跳上来 他为了逃避 他再组追战 跳上来 然后只是被消防电源接住 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从这种恒大的相关高层 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传播出来的信息 就是说他当天下午还去开了个会 还有一张照片还出来了 也说证明他是没事的 但整个这件事挺蹊跷的 首先恒大并没有正式发布 相关的这种必要 或者是说正式的新闻 而且许家印也没有正式的 比如说发表个视频什么的出来 看上去这件事情就很滑稽 你许家印 即使被追在 你也用不着从二楼的地方跳下来 你这种表演 而且也没有现场的视频或者类似的 就证实他真的是从什么二楼跳下来 还说真的是从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跳下来 只是传言 没有真正的现场的照片或者是视频 但这个传言在早上的时候还引起了一定的轰动 大家真的认为许家印也死掉了 要说许家印这个人其实是蛮关键的一个人 他是恒大的灵魂人物 恒大和许家印你可以画等号 恒大欠了很多的债 恒大是中国房地产企业当中的一个标杆企业 他在没打压之前他是最大的 他现在这个欠的债呢 也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 人类历史有史以来欠债最多的一个公司 据说是总的加起来欠了三万亿人民币 很多债务呢 都是有不少债务呢 是这种投资者私人投进来 比如说理财啊 甚至他们本公司的一些高管 本公司的职员 很多人把自己的钱投在里面了 而且呢 很多的债务呢 是他许家印自己以私人命运跟签的 他还有一些上下游的企业 他有很多不同的债主了 包括一种理财的方式 是把钱投给他的 或者说给他供货的 他没有给别人及时付货款 因为恒大爆雷之后 有很多上下游企业都被他拖的已经快破产了 很多这种企业的债务呢 是许家印本人出面 比如说他跟你签的这种欠债协议啊 债务协议 然后呢 他是以比如说自己的财产啊 这样那样来提供担保 如果许家印死了 那绝对有很多人将会 两手空空 就是说他的债务就完全没有追索回来的希望 同时如果许家印真的死了 那恒大可能也搞不下去 其实恒大这样的企业早就资不抵债了 其实中共从17年就开始救他 1718年的时候就在救他 救了第一轮 缓了一阵子之后 他马上不是又出了一轮吗 所以他 但是他现在 他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了 他就是手里面那些房地产加起来 这个和他的债务比较起来 这个根本就抵不了他的债务了 但是他就是不倒闭 中共呢就是要让他运行下去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本来这样的公司早就应该清算了 但是中共其实原因也是非常明显的 你比如像许家印这样的人 他自己个人也欠的债务 也都是天文数字 而且他的财产也不可能抵 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 当然你看他还逍遥的很 他还正常的在中国 没有收到政府任何约束 因为起诉他的人是很多的 那些债主 大大小小债主 都去反应起诉他了 那又怎么着 显然他是有人罩着的 就算他欠了这么多债务 他根本就还不上 但他还在自由自在的 很自由的 他虽然可能不能出国 但很自由的在中国 到处走 而且他还在 正儿八经的在运行 他这个恒达 比如说他还在 虽然恒达不光是 他不光是说要去房地产了 现在房地产没什么题材了 在房地产上他最多就是一个保交楼 就是干这些事 因为大家就知道 房地产那个是个死胡同 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走了 所以他就搞了什么一个汽车 恒辞汽车 这其实也都是忽悠人的 但无论他忽悠不忽悠人 恒大这个牌子还在那立着 恒大就是不倒 然后昨天传出的谣言 也特别的蹊跷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中共不想让恒大倒 恒大如果倒下了 或者说他破产 他其实已经倒下 他已经自不抵达了 或者就像一个在ICU 在那种重症监护室里面 已经就是老死亡了这样的 咱们就举个这样的例子 也许并不是更合适 但是也许大家比较容易去理解一点 就是恒大就躺在重症监护室里面 已经老死亡了 但是政府就继续让他心跳 呼吸 用呼吸机上的 用这个机器维持着 他除了大脑没有任何信号之外 他心跳还在跳呢 就是不让他破产 就是不让恒大破产 不让恒大真正的去清算 也就是不让恒大死 恒大不能死 许家印也不能死 所以想要继续死马当活马一的 来运行很大 目的是 这也就是 这也就是中共房地产 整个市场一个标杆 标牌啊 除了这个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也是类似的 他估计只有很小的房地产公司 他可以去让他破产清算 稍微有点门面大的 这种房地产公司 他都让他撑着 都让他继续做下去 原因是如果他们倒了 那就意味着中共的 整个房地产市产业倒掉 其实他已经倒了 这房地产市场已经崩盘了 但是政府不能让他崩盘 一旦是承认他崩盘了 一旦清算了 完了 银行可能就完了 那很多人的财产就真的拿不回来 现在这些人的财产 还有个数字写在那 虽然也没 也兑现不了 但是他至少 他维持这个数字 就死活不让中国的房地产业倒 一旦倒掉 中国银行就完蛋 那这个社会就崩溃了 中共的统治可能也就 几乎就撑不了多久 所以他就不让人倒 怎么着 你死马当活马鱼 你都给我演戏 你都给我演下去 你恒大 你还在接着 你得做你的业务 所以他已经不公布 他的什么 全年的销售金额 销售量 这些都不公布了 但是呢 在这个接规眼上 你不是很大不能倒吗 你许家印不能死吗 但是接规眼上 传来许家印跳楼 这个就让人觉得特别 我觉得呢 是不是就许家印本人 故意搞得这么一出 最近呢 中共他做出了一个 比较 对 他在憋了很长时间 他一直不敢 给房地产公司贷款 已经好多年 好些年了 他怕房地产公司的 这个风险传导到银行 所以他硬生生的切断 让房地产公司去骗 比如非法集资嘛 所以现在那些债主都在告 许家印非法集资 这就是非法集资嘛 他不能让他从银行带来 因为他知道房地产 这已经泡沫太厉害了 这已经完蛋了 马上要破了 所以他就不让银行 在卷物在里面 就要房地产公司自身自灭 所以房地产公司 把好多老百姓的钱 以非法集资方式都套进来了 最后就全部搞没了 但是呢 最近他终于撑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房地产 始终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就是一个劲儿往下撑 他就是表面上 让他们撑着都撑不下去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中共就豁出去了 就干脆又重新开启了 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 而且开出了很多比较优厚的意思 就是说 某些是 就是如果你们带了 这个银行你只管带 如果你们带了之后 这个房地产出什么问题 银行又用不着负责 因为按照银行的这种标准的风险控制 他就很 这房地产就不能沾的了 但是政府为了让他们消除顾虑 就是说你只管带就 就已经到这一步 所以基本上是说是 政府算是掏出了一两千亿人民币 当然了 他还配套一些什么货币层数上来 估计整个也就是几千亿 有没有一万亿的这种样子 但对于这些房地产公司 一点用没有 我们知道年恒大一家就欠三万亿 这个时候呢 最后结局这些公司都是不行的 房地产是 他已经死掉了 最后这肯定是复活不过来的 只不过中共想让他拖 不想让这个债务危机爆发 不想让这些债权人看到 完蛋哪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不想让这样的出现 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昨天这许家印 可能是自己 我认为是许家印 或者是相关房地产业内的人 就上演了这么一出逼宫戏 意思就是说 他想告诉中共 你得加大力度来救我们 你看 我许家印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随时有可能跳楼 我就跳一个给你看一下 他其实要告诉中共的就是 如果许家印跳楼了 你怎么收拾这个残局 到时候就是连锁反应 当然你捂都捂不住 所以这个就是 房地产的业内的这些商人 整个这些公司 对中共做出的一次 你怎么说呢 敲诈勒索也可以 就用这种苦肉剂的方式 所以这个新闻特别不明不白 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解说 另外的就是 江泽民死了 这件事并没有太多的波澜 其实中国老百姓 并不是特别关心这件事 尽管江泽民有一些粉丝 也因为当时江泽民 当时从比如说从上海 他在上海死了 他怎么一到北京去的时候 你看专机一过去的时候 习近平还在那接机呢 习近平还搞得很 所以这个 习近平的这个排场 还是比较大的 表示了对江泽民的这种 尊重也好怎么着 在表面上 江泽民是按照他的时间来死亡的 但是呢 这个并没有在民众当中 掀起任何的波澜 老百姓其实真的无所谓 原来觉得江派是多么多么厉害 如果江泽民的这些事情 发生在二十大之前 那可能的波澜更大 那个时候江泽民 在大家心目中 好像还似乎 或者江派还似乎具备了 和习近平进行一个对抗的这种 这种能力 这种可能性 但是整个二十大开完之后 大家就发现 这些 这些 已经完全都是败将 他们对习近平根本够不成威胁 他们现在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习近平什么时候要宰 他们就是什么要宰 所以对老百姓来说 也没什么意义了 特别是 你江泽民又 跟习近平实际上是一个路数上的人 一个路数上的人 你并不是站在 人民的 比如说像温家宝这样的人 可能还能掀起一些波澜 像江泽民就掀不起 甚至胡锦涛都能掀起一些波澜 但江泽民就不行 因为江泽民也是赵家 他是赵家仁的可以说是发起者 他算是改开之后 真正的把共产党导入幕 就是那个走向那个黑道那边 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黑帮老大 只不过他那个时候没有说真正的像 他还不是一个皇帝 他别人还能自愿的知道江泽民 江泽民在很多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要听邓小平的 后来呢 他也没有说像有习近平这样的权威 虽然他经济上占了很多 他虽然他算是 把中国的经济拢在自己的手里面 占了非常多的便宜 但是呢他怎么着他还是一个官僚 他还是个政客 大家还是可以说他 而且即使有人对他表示不满 批评他 中国的那个法治也不会就是说 当时也不会说 就把那个人间侦发掉 但是呢习近平就不一样 习近平就变成了这么一个至高无上了 就是比上帝还上帝 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就是 至少习近平强推给大家的是 你们要跪拜我 就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一种形象 而且习近平你可以说他是个皇帝 原来在中国 特别是清朝的时候 除了皇帝 清朝整个国家都是奴才 就皇帝一个人可以站着 其他国家 其他人见到皇帝就得跪 习近平就有这个效果 虽然不是表面上跪 但是心理上跪 所以呢习近平在二十大上 表现出这些之来之后呢 那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那就没用了 老百姓也没念头了 你江泽民有什么用呢 你死了就死了呗 即使你的死 你也不可能对习近平的这种 这种垄断地位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呢 所以呢 平民百姓就无 对江泽民的死真的是无感的 因为 他们面前最厉害让他们最头疼的 他们简直是痛不欲生的 这每时每刻都在 像井窟咒一样 照在他们脑袋上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盖过了所有一切东西 中国老百姓目前所有的在哪 都来自于习近平 你说这清零啊 你说这经济啊 所有的这些事 然后说到习近平 我们再说一下 他最近两天爆出来 他那个名言 就是他跟这个欧盟主席 不是欧盟主席 欧洲理事会主席 来访问中国 跟他来进行了一次会谈 他说了几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的第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这一次啊 中国出现了这么多抗议 都是学生发起的 是年轻人 他们在这三年的这个 抗议当中 他忍受不了了 感到就是已经很疲惫了 折腾的太厉害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他话锋一转 就说他这个Omicron 就是比那个德尔塔 那个毒性要轻 他就他话说到这一步 意思就是 我认为他有几个重要的意思 当然他表现出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就是说 中国的清零有可能会接触 或者清零会受到一个巨大的改变 但这还不是他的重点 他的重点是把这 他不得不去面对欧洲 或者全世界 对中国这一次 这个白纸运动的关切 他要做出一个回答 他的回答就是 他掩盖了两面 第一个 他说这些学生闹起来的 这个不是学生弄起来的 学生是参与者 学生是重要的参与者 但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抗议这个事件 这起源于你最近这么长时间的封控 然后被乌鲁木齐那场火灾点火了 而真正刚刚起来的时候 是平民百姓 这不光是学生 学生只是比较突出的一部分 那你说广东在这个时候 已经跟你打了多少很长时间了 广东那个广州那个被封的海珠区 那一直在对抗啊 那个是平民百姓吧 还富士康的工人是平民百姓吧 这都是这个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个白纸 这个这个带有象征意义的 这个是学生推出来的 同时呢 他又把这个 这是第一点 他把它弱化成是学生运动 其实这是全民运动 第二点 他把这个原因 仅仅归进于你 我们这三年的抗议 他没有说经济 那 也就是说 他如果停掉这个清零 把这个抗议给他优化了之后呢 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是这样吗 也不光是这样 很多人 你这个 直接的因素是因为你的清零造成 但是 但是你间接造成的伤害是 很有可能是这些人失业 没有工资 这些人的商店 工资破产 经济也是 极为重要的 所以他在淡化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看 他最为无耻的是 前两天 甚至于就昨天 他还在 再一次重申动态清零 那几点什么 为人民健康负责 什么什么 外防输入 内防 外防输入 内防什么 复发之类的 等等 最后就动态清零 这种 这种他的口头的什么三个坚持 他还在重复 在这个时候 他居然就能够跟这个欧盟 欧洲理事会的主席说到 这个Omicron 这个毒性很低 意思就是说没问题 那毒性很低 这个在一年前 大家都知道 这是常识 这个过程当中 有无数多人给你建议 你这一年都不知道 他毒性很低吗 整个西方国家 比中国就早了一年多的 这种解封 其实那个风景 西方国家风景 跟中国就完全不能相提订论 那这么长时间的信息 你现在来说一句 也就是说 习近平他昨天的立场 和今天立场 可以180度转弯 而他自己根本不觉得有什么 他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他自己也无所谓 所以这就叫做厚颜无耻 同时他说明 他根本也就是一个理由 习近平搞的所有的动态清凌 他只是把动态清凌 作为一个理由来弄 他的目的还是要钳子抓 把你老百姓抓牢 所以虽然中国现在 很多城市大城市 已经开始做出了 实质性的放松了 虽然大家已经看到了 某种程度上算是解封了 但是不要这么有信心 因为习近平可以 在任何时候改过来 而且习近平 他不会一放到底的 他很多东西还保留着 但目前为止 很多大城市还是保留着 就是他虽然 你们可以不测核酸 或者是没有全面核酸 但他那个码 他的健康码 还卡在那 他一旦健康码 还要求你 什么48小时核酸 那你不是还得去做吗 所以中国的大城市 所谓的解封那一城市 你老百姓现在 要拍更长时间 有的一个队 要拍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去做一次核酸 因为做核酸的地方少了 但好多地方还要求 还有什么中国的这个省和省之间 城市之间的隔断 还是非常的厉害的 你比如说 根本就进不了北京 北京虽然他说 内部已经开始解封了 但是交流还是不存在 也就是他的那一套控制系统 他没有放弃 所以习近平他只是 在目前他遭受了挫折 他因为老百姓的示威游行 所以他往后退了一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会放弃 他对老百姓的这种封控能力 他会放弃他的这套码吗 这什么健康码 他会放弃吗 那可真不一定 好 今天先聊着 咱们以后再聊 拜拜 拜拜